我們是希望大家可以先試穿喜歡的租了 就還是很喜歡這把玩家 家裝衣服琳瑯滿目 從休閒服飾到派對甚至上班款 應有盡有 而這些衣服自然提供的是出租服務 就是現在是租到保 然後我是因為台灣第一家店家 每個月近3000元租金 讓你租到陳衣廠批發進來的一般服飾 雖然免付清潔費 但如果衣服出現毀損 就得用店家聲稱的三折價買下 來回都要90 可是主要是時間 我們過來就要一個小時 回來也要一個小時 很不方便 我覺得現階段 當然大家如果工作都很忙的話 要每天回去我覺得是 消費者興致缺缺 就是因為平家衣市場 動不動就推回饋感謝季 服飾跟進下刷四折以下 小資女精算下來 還不如又買的 想什麼時候穿就能立刻換上 我們都買那種就是平價速提 一件才100塊 就是你買的話你衣服在衣櫃裡面 所以你隨時想要穿什麼就直接拿就好 實際比較號稱的租到寶 每次來只能拿走一件 每天來報到一件衣服大約80幾元 如果以一般小資族願意配合的三天租一次 一件就逼近250元 還不含來回通勤價格時間 三天一次就是大概10次的周轉率的話 它的成本就大概是249 可是它的通勤費用跟實踐的成本 可能這樣子的話是不太划算的 要搶公快時尚市場養大的消費者胃口 業者連出租服務都能推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要曾經擁有 創新搶進市場 就看消費者買不買單 簡直是葵梨佩軒 台北報導 Gitari Mitsubishi Tsujay 三天 空培 我 上新聞